韩 由以下商家联合赞助 巴凡汤森 凯文和多年分行销售冠军 宁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专业律师咨询加百分百租金保障 重成管理您物业的好管家 奥克兰物业管理公司 住宅 商铺 Body Capri管理专家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听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午好 我是Summer 是 休假回来了 对不对 欢迎David老师回来 欢迎David老师 嗓门要大一点 嗓门大一点 充电充饱了 那过去这一个礼拜非常谢谢 紫菲老师 还有Summer 辛苦了 我们俩真的是 我们希望有没有把这个做烂 不会不会不会 但是好在David老师 休假一周就回来了 所以说大家依然能够在 之后的节目当中 听到David老师精彩的点评 还有他这个美妙动听 普通话非常标准的声音 我以为你说歌声呢 我差点想唱歌了 来言归正传 休假回来心情特别愉悦 当然也辛苦你们 有去澳大利亚看 在西尼看灯节 每天晚上就出去看灯 行程怎么样逛逛 每天两万步 两万起跳 都走路 因为在市区嘛 搭车也不方便 边走边看啊这样 每天走的时候路程 大概都两万 两万起步 但是据说天气不是特别好 晚上冷啊 牛西南也一样 但是人山人海 那个气氛呢很热 非常的精彩 总之啊今天比较欢迎这个David老师 再次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没有你在的日子 真是大家千呼万唤 祝你把你盼回来了 也不一定有我不在的时候有人说那这样还清静一点对不对不烦嘛对不对啊因为有时候比较啰嗦一点啊好那进入今天的新闻话题我想第一时间呢虽然现在英国伦敦啊正在半夜啊三更半夜现在是三点十分五十八秒啊那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正在睡觉对不对 但是呢他即将这个他因为他到来英国了嘛 是要为期三天的对要为期三天的这个英国国事的访问 我们就继续来看看啊他的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呃是从特朗普和他的夫人呢是乘坐专机空军一号 在当地时间六月三号的上午是抵达了英国伦敦展开三天的国事访问行程那么他在此行前呢啊在英国就发出了非常多的富有争议的言论所以说呢外界在观察他在访问期间是否会就英国引进华为技术仪式向伦敦政府直接施压 呃特朗普抵达英国的第一天呢要参观西斯敏寺啊然后他会来到白金汉宫会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王主查理斯和他的妻子 呃卡拉卡米拉的欢迎呃那么特朗普查理斯和卡米拉会享用下午茶 当晚呢会出席呃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他举行的国宴 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6月4号会与英国首相特里莎梅一同共进商务早餐呃再在首相府举行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呃在访英形成的最后一天呢 特朗普夫妇将与英女王和查理斯到普茨茅斯出席诺曼底呃诺曼底呃诺曼底75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后呢正式的结束访问呃那么英美呢是从2018年以来呢 为伦敦政府是否容许华为参与英国网络建设的争论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 美国是要求英国将华为完全排除在外 但是英国呃或许会容许华为参与非核心的5G网络建设 特朗普其实在早前接受访问时就指出了英国要非常小心华为 所以说外界也在评估他与特雷沙梅会面时是否会直接对伦敦政府施压 呃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这次访问英国呢是国事访问 较上一次也就是2018年7月的工作访问的规格来说 国事访问是更高的 对对他引起的争议呢也是相当的多的 非常多的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贝尔法斯特以及伯明翰呢 都有对特朗普的到来进行示威活动 所以说呢我们之后就会跟大家讲讲这个国事访问和工作访问有什么样不同 是的那特朗普现在呢这个可能还三更半夜啊正在睡觉 但很快呢这个天亮之后就要跟特雷沙梅吃饭哈 那当然这一次因为这个原来接待这种国事访问啊 呃要不就住温沙宝哈温沙宝对啊 或是呢白金汉宫 但是温沙宝最近整修所以呢特别啊 他们住到一个酒店叫威斯敏市啊 Wester Minister酒店啊五星级酒店 他们包了一层楼 对那他这次去除了带了他的夫人之外呢 他的儿子女儿伊万卡这些全部去了 是啊所以他们是全家都前往 对所以说呃刚才也讲到了 国事访问是工作访问这个其实是规格有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国事访问 因为这次特朗普呢就进行的是国事访问 是的也被称为这个最高规格的访问 嗯嗯是英女王在接受英国外交联邦事务部的建议之后呢 向外国元首发出来的这个邀请也就是英女王直接发出来的邀请 对对那么英女王呢以及王室成员通常会在皇家骑兵卫院阅兵场迎接国事访问的来宾 而且呢外国元首抵达的当天晚上 在白金汉宫宴会厅举办国宴 那么用膳之前呢英女王也会发表这个自己的演说 向外国元首敬酒 而外国元首呢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回应 嗯嗯一般来说呢 那么刚才戴威老师也跟大家讲到了会入住白金汉宫或者是温莎宝 呃那么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有不同的地方 国事访问呢是指这个两个关系友好的国家 就一些比较共同关注的议题和政治事件进行讨论 互相交换意见 那么不会上升到比如说要入住白金汉宫 要入住这个温莎宝这个地方 是而且呢这个费用也是要由本国自己来承担的 你自己掏腰包 对英国这个 不包吃不包住 东到祖国是不会掏腰包的 是那这一次呢这个特朗普呢是正式的国事访问 来到了英国伦敦 当然规格就高 是那对他来说呢 这一次的到访也非常的这个重要 对那我们大家就会谈到了 因为五月底的时候 嗯他去日本嘛 特朗普有访日 接下来又访英 那么他这两次行程各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简单的我们来看这个特朗普啊 先讲日本好了 是 他之所以呢 这个飞奔日本 明明6月20号 6月28号 G20峰会啊 在日本召开 照讲6月底去就好 但是这时候为什么要去呢 第一是因为啊 7月份日本国会大选 那这个安倍呢 的自民党能不能获得大胜啊 非常的关键 因为自民党如果能够获得大胜 安倍就原来规划已久的修改和平宪法 第九条 这件事情呢 在国会多数的情况之下 他就能如愿 而且好像安倍一直和特朗普的关系就比较好 应该他是一直抱着大腿不放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特朗普就是已经就是说 要竞选美国总统了嘛 已经是奥巴马快卸任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安倍就把大家都这样 就是就一直想要见这个特朗普 然后也不顾奥巴马的脸色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就觉得说 好像安倍和特朗普一直就关系挺好的 当然安倍呢 理论上来讲 在日本过去的几届首相当中啊 他算是能力蛮强的 那表现也不差 接着眼看呢 七月大选如果顺利 他继续担任首相 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 就是他站在台上主持 那种感觉不一样吧 力保那个位置 对 当然呢最重要他有这个心愿 要修改和平宪法 所以呢你看特朗普啊 提早去实际上是做球给安倍 那举例来讲 安倍啊也知道彼此都需要 你美国总统也要选举了 对不对 我也要在日本选举 所以呢安倍二话不说 为了降低美日贸易逆差 马上购买110架F35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特朗普啊 就可以带成绩单回去嘛 那安倍还做了一样特别的地方 带他去香扑厂 对不对 让他颁一个什么奖 叫特朗普 特朗普杯把冠军有一个 他叫美国总统特朗普杯 对然后由特朗普亲自来给这个相扑冠军颁 对因为那个奖杯30公斤 特朗普抱不动 后来呢旁边的人啊帮忙抱 因为在相扑厂啊 这个是一个日本人来讲比较神圣的地方 那你不是相扑选手 理论上都不能站到台上去哦 而且上去要光脚 这个表示自己的千层啊 但特朗普破例 让特朗普上去 特朗普呢为了不让这个日本人呢太难堪 他没有穿皮鞋 但他不愿意光脚 他穿拖鞋 哦这是破例哦 而且以前日本香扑厂 是做那种做的那种盘坐 做个垫子一个布垫 但是呢为了特朗普 因为美国人不会盘大腿 所以呢就搬那把椅子 那他坐着呢 对不对 日本王室新天皇啊 说特朗普来了对不对 给面子 在我皇宫啊 办那个国宴 所有王室的什么公主啊 什么全部到齐 那除了他爸爸以外 妈妈以外 所有新天皇的家人 全部到齐 文武百官 大家陪着吃饭 规格也给高 就给特朗普面子 那特朗普呢 在这个最后新闻发布会 说了一句 说美日之间的贸易啊 八月就会有着落 听说那时候安倍啊 愣了一下 为什么 七月选举 美日贸易矛盾 我放到八月 对不对 八月之后我再跟你谈 我现在全部给你谈看 先让你当选 那是给安倍吃了一颗定心丸 对啊 就是我会支持你 对啊 继续选举 对啊 我就让你当上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不会呢 这个把你弄到死 那单对日本汽车进口 美国这部分呢 暂缓科增关税 换句话讲 特朗普现在在做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看啊 因为过去这20年来 大家慢慢走到多边 这种关系啊 比如说像APIC啊 很多这个一带一路啊 什么都是啊 希望大家什么 很多国家坐在一起 大家一起讨论事情 但特朗普上来之后说啊 这一套我不玩 对不对 什么国际气候协议我退出 我玩一对一 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你们全部对不对 那我一个一个把你们弄出来 一对一 全部搞定 所以日本搞定了 对 所以他就会一个一个的去到每个国家 对那这次去英国 对六月初去到英国这个墓地 有人就提到这个华为 是否会给特雷沙美施压 这就是关键了 但据说特雷沙美啊 实际上已经宣布卸任嘛 对不对 那六月六号 六月七号就交班了 对 因为之前他是呼吁英国有派出脱党党 回法拉奇到欧盟进行这个谈判 这个特朗普说的 然后大家就说 你是不是干预英国太多内政了 但是特朗普听说在后备胎 备胎当中啊 会接任首相当中呢 他最喜欢的是外交大臣 约翰逊 外交大臣 就是一头乱法一个男的 这个 有照片吗 有有有 我特别google一下 因为他以前当过伦敦市长 那讲起话来呢 就是很到位 这比较接地气嘛 是是 所以特朗普特别喜欢他 虽然呢 候选人呢 有11个人表态 但是热门人选呢 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有三个啊 那其中有这个外相 侯俊伟 这个他们都取中文名啊 对 他老婆是中国人 对还有中间那个是特朗普支持的人 叫这个小特朗普 也就是前外相 约翰逊 金头法那个啊 对 那另外一个是国际发展大臣 施达伟 也香港之子 对 那到底谁是下任的 这个英国首相 但是这个重点是啊 不是特雷沙美 特雷沙美这一次呢 跟特朗普是吃安慰餐 特朗普 说妹子啊 你就就忍一忍 这个事情呢 脱欧的部分呢 你已经无缘了 那他之前还一直批评特雷沙美呢 那说不说嘛 但是人倒不落井下石了 所以待会儿天亮 那个早餐呢 一定吃得很温馨 对不对 吃完之后呢 两个人到首相府 因为两个人没有利益之间的交集了 你都已经要下台了 对不对 那我也不为难你啊 你说不坚 你坚持要用华为都没关系 你就坚持吧 反正呢换了一个新首相 我搞定后面 对不对 我搞定后面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这个用不用华为的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大概现在点名啊 约翰逊 因为约翰逊啊 是属于硬托欧派 就说要跟欧盟翻脸的那种 对不对 跟欧盟翻脸 你最需要的什么 是经济盟友 对 我美国可以顶欧盟这一块 当你的经济盟友 但是 你要听我的 华为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所以呢这一次呢 特朗普去英国啊 就跟日本一样 各个急迫 一对一 打这种战略 所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带火天亮 对大家好像 但是民众好像不是特别的欢迎他 哦 全世界不都一样 对不对 因为特朗普啊 飞机快要降落英国伦敦的时候 他就发了一个推特 对 把谁给骂了呢 把伦敦市长给痛批一顿 对 对不对 因为是伦敦 伦敦市长之前有在一篇文章当中写到说 特朗普有点像是20世纪的法西斯 对 然后呢这个 特朗普飞机都还没有落地 就直接在推特上又给他回去了 在空中先骂一顿 对不对 他特别想用推特 但是呢市长也回他 对不对 但因为这个市长 他是不是 不是白种人啊 嗯 所以呢 这个两个口气就对得比较 敏感一点 对 好 那也等到天亮之后呢 看看呢 这个特朗普啊 今天跟特雷沙梅 嗯 见面完之后 他们还会共同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对 在会上呢 会做出什么样的说法呢 在明天早上吧 我想 我爱你 现在节目当中呢 会有更详细的内容 带给大家 好 时间的关系长到这里 我们稍稍休息 待会继续来看看 中美贸易战啊 现在似乎啊 这个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经事谈 我是David 郑建伟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 那短讯平台有朋友留言 我们来看看 对 维号0121的朋友说 这帮人把名字 启成中文名 就是为了来纽西兰买房子 然后显得华人 买了很多房子 不会啦 人家是 就是要跟 中国关系 要接地气嘛 对 都取个中文名嘛 维号1864的说 看来紫飞还是教语文最佳 诗歌之类的节目不错 各有所长 谢谢1864的朋友 因为紫飞的声音啊 非常的浑厚 安全感 紫飞特别喜欢 特别擅长讲故事 原来我跟他做晚上节目的时候 他就一个新闻 他能够讲的就很很动人 因为他也蛮幽默的 所以蛮有趣的 各有不同 每个主持人都可以 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关于中美贸易战呢 似乎大家原来都寄望能够 大概几个礼拜前 大家都希望中美贸易战呢 在刘鹤到了美国之后 双方能够达成共识 那六月这个底的时候 G20峰会呢 中美领导人呢 签了协议 对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呢 美国现在 北京现在呢 是在你一个叫做 滑板黑名单 意思就是说 暗示中美贸易战呢 会进一步升级 中国宣布建立了这个叫做 不可靠实体清单 是 对 那么华为是把这个 有一个叫联邦快递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FITX 成为了首个遭中国 就是拉入这个滑板黑名单的 美国国家 是 美国的企业 对 所以说呢 现在大家就在说 中美贸易战 中方提出的这个 不可靠实体清单之后 前景会怎么样呢 是 那这个也是 中美贸易战之间的一种 这个 表示双方在升温 因为双方呢 现在来看的话呢 似乎用关税 在不断的施加给对方 因为这个好像是 中国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 这个说法 就相当于是 就首次提出 而且首次把这个 矛头对准了美国企业 大家就会想说 那前景是不是 越来越危险了 不太明朗了呢 当然中方也提出 这个不可靠实体的名单之前呢 也特别声明说 关于中美贸易之间的 这个谈判触交 是因为美方啊 这个变来变去 出尔反尔 出尔反尔 对 对不对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有哪几次 出尔反尔 对分别是在这个 2018年3月份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在 北京的白皮书指出来 18年2月份谈判结束之后呢 出现了三次 出尔反尔 第一次在2018年3月份 那么从 商业贸易协商启动之后呢 中方是立即派出了代表团赴美 表示出了自己的诚意 但是呢 美国方面却在同年的3月22号 就发布了对华301项调查报告 批评呢 中国是由窃取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 并且宣称呢 将对中国进口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这个是在第一次 18年的3月份 18年的5月份呢 是第二次的出尔反尔 18年5月19号 中美是发布联合声明 宣布双方不打贸易战的共识 是 同意呢 改为这个谈判 但是中方认为 10天之后呢 也就是5月29号 美国方面是推翻了协商共识 宣布加征关税的计划 仍然在继续 是 最后一次呢 是在今年的5月份 因为在18年12月1号 中美两国 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基 二十峰会期间 会面达成共识之后 同意停止相互加征薪的关税 并且展开90天内的协商 那么国务院就表示说 此后的90天当中 双方举行了三次的高级别磋商 已经初步达成共识 但是美国得寸进尺 坚持不合理的高要价 导致2019年5月10号起征的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的商品 加征关税提高到25% 导致双方谈判受挫 是的 那当然呢 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中方改变了过去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种战略 采取的是什么 以工为为这个方式 就攻击比较 变工为手 变手为工 变手为工 好 那过去呢 中方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都比较呢 低调 这个就尽量呢 不跟你正面冲突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大概是 也算是中美贸易争端以来 第一次有电视主播辩论 对 对不对 应该不能叫辩论 叫访问了 美国的那个 十几分钟嘛 福克斯商业电台的主持人 一直在访问那个流行 对 两个人中间有一点那个 对于中美之间的不同看法 对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火药味 但是之后呢 都是以一种采访的形式结束了 对 看起来呢 这个是比较罕见的中方呢 会以这种媒体的形式啊 再回击美方 而且呢 这个发言人也是表示出来 有正面的看待这个 两个女主播辩论的这个事情 那因为我们也理解 这个女主播呢 要是没得到某种层级的这个 支持 大概她也没办法 一个人掉出来说 我跟你去叫正对不对 一定上面说去 女主播可以啊 好 那当然过去还有的很多事情呢 是由外交部 但是呢 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都是由这个商务部 发言人呢 来讲话 对 感觉到呢 那个是属于 这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 对不对 不要把它无限的一直上升之后呢 虽然叫板 但不能叫过头 叫过头之后呢 那就要打架了 对不对 就是说这是经济上的问题 那当然来讲 中国呢 也出招 对不对 出了一个叫做不可靠实体 对不对 对滑板黑名单 这个等于是一样 你会玩我 我也会玩你 那但是看得出来呢 这个双方啊 你来我往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听说就是说 应该是中方啊 现在里面毕竟有 所谓的这个 主战的鹰派 又呢 组合的鸽派 这两派的说法呢 各有不同 那鸽派的说法呢 说我们呢 打这个持久战 基本上等特朗普卸任 对不对 我现在跟你慢慢拖嘛 弄到呢 你再混两届 因为美国法律啊 宪法规定 总统就是一任四年两届 对不对 你总要退休 这样这特朗普啊 年事已高 对不对 就算2020啊 大选胜利 再干四年2004 2024 他一定回家 对不对 那那时候呢 换一个上来 如果是民主党 搞不好 这中美之间呢 就问题啊 就化开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一派是这样 那另外一派呢 说绝对啊 不能松口 对不对 美国这一次呢 是这种力度大 是罕见的哦 对不对 我们呢 中方也不是没有资本 对不对 你的州 铁票区的州 的那些粮食 农产品 我就不买 我就让你的选民啊 去弄你 所以你看 现在中国都不买我们 我们很惨 实际上 已经有看到效果 就是 不然特朗普干嘛 农业补贴 160亿 对 对不对 葡萄酒 什么牛肉 猪肉 全在名单上 但是他们也 他们也表示说 葡萄酒的这个价格上涨 那也是对于你们来说 也是很不好的呀 那你们中国就喝不到比较好的葡萄酒了呀 但是葡萄酒商人啊 他们现在最痛苦的一件事 因为在全世界葡萄酒消费市场中 中国人呢 开始喝这个葡萄酒 是一个潜力股 那中国现在的喝的葡萄酒呢 他们预估啊 还有大概几十倍的增长空间 对不对 潜力很大 对我们如果美国葡萄酒 现在就打进中国市场 中国人喝葡萄酒 认定美国加州葡萄酒 换句话讲 那他喝酒喝几年 我们就卖几年 对不对 那如果他一认定别的国家 将来我要打进市场 南上加南 加上美国葡萄酒 他跟欧洲的葡萄酒比较不一样 他属于新世界 不像传统的这种欧洲 法国啊 拉非啊这些 对不对 所以呢 美国加州这些葡萄酒商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 头大都不得了 对不对 说中国市场不好打 我们好不容易要打进去 你现在给我涨价 那有人就说这个 比如说中美贸易 现在打得很火热 受益的究竟是谁呢 比如说人家很多工厂 那我们就转战越南 或者亚洲周边 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 那么最后受惠的就是他 美国你仔细去看他想做一件事情 他把想把所有啊这个外国啊 在中国这个整个生产链当中呢 比较有价值的生产链啊 不管你是电子业或是你是汽车制造业 或是什么业什么业啊 他希望呢 这个慢慢把你们都逼走 因为关税的问题 贸易战的问题 你们就慢慢离开中国市场 中国的制造业呢 还是停在中下劳力密集的部分 那种高技术的呢 就不要在中国啊扎根 那种中国的这个产业呢 还是停在就像经济改革开放 过去呢20年前一样就好了 对不对 你继续做你的加工 OEM代工 你就做劳力密集 你继续做 反正你人也没少啊 你不要做高科技的 你不要去碰那一块 对不对 他的理由是因为你碰了以后呢 会把他的科技智慧财产copy 那当然这是美方的说法 但实际上也知道 因为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 真的给拔上来的话 换句话讲 美国的竞争力啊 就被比下去了嘛 他现在连市场独占 对不对 中国如果以华为5G真的上去 对不对 你真的就不好混了 是 那我们来接听电话 下午好 喂 下午好 下午好 聊两句中美贸易战 来你请说 这边这个小话题 他这个中美贸易战很大 咱聊不了那么大 咱聊得小的 嗯 这个现在中方反应啊 非常激烈 这说明啥啊 说明美国的这个 这个措施啊 把中方啊 弄堂了 堂在哪里呢 堂在这个经济层面 这肯定是 消息的公布不出来 咱不知道 肯定是在经济层面 他要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不过这个不是 我想说的重点的话题 我想说重点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中方这个 呃 说这个美国啊 呃 这个三次说话什么呃 违约啊 不常识的一些问题在里头啊 我就想谈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 我说说的哪呢 你看啊 这个美方那个谈判代表 这个 是 莱特希德啊 嗯 他的这个跟特朗普这个关系啊 绝非是 刘鹤和习近平的关系 他不一样的 他这个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他是 他是一种要对这个负责任的 你看莱特希德上国会去 他谈判所有的内容 他要公开 要在国会上 要进行这个这个 呃 教员的那个反对党要质疑 要变了要把实际情况要 要一一说出来 要公开的 所以说他这个信息呢 相对来说的可信度呢 你就有 反观 你说做中法 中法这个刘鹤谈完了 回到这个这个国内了 跟这个习近平谈了 那么再公布出来的消息 你有多大的可信度 因为他没有反对党监督 他你 他说的这些 所有的事情吧 你根本就是 云里雾里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只能说是 他发表出来的这个 这个消息 你看哈 咱这个 咱这个举个具体例子 这个去年 在这个中美谈判 不利的情况下 不利中方的情况下 习近平 阿根廷 跟特朗普 一上了三十多分钟的 这个承诺 好了 特朗普一人答应 好 咱们延期 结果呢 这个刘鹤的谈完 一路十三招以后 最后一人特朗普会说 你这个属于的这个 这个 呃 违约 就是把你的牵住的承诺 全都这个推翻了 所以说 应该他 应该是由法队长的 来这个见证的 要有要上国会的质疑的 你中方在吗 全都是捂着盖的 你不知道 所以说他的可信度 我就说 我想表达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可信度 他所说的内容 有多大的 让你能够认为 他说的是正确的 这一点我很质疑 谢谢 好 谢谢这位朋友 其实 谈判的东西 站在过去的惯例 是 不公开 当然因为中美之间 他的这个体制 有点不一样 那美国要向国会报告 但是呢 关键这些国会议员 听归听 也不能讲出去 美国报纸 也没登细节 这个是 这个是事实了 对不对 那 所有的两个国家呢 我们要讲句公道话 大家谈到最后 都是为自己国家利益 对不对 没有一个国家呢 说我背弃自己的国家 背弃我的人民 把我们的国家呢 这个卖掉 对不对 是不会的 只是因为制度的不同 但最重要 中美贸易战 双方现在的认知差距 还挺大的 当然 大家刚刚那位朋友讲到 中国现在呢 可能经济受到影响 那美国的经济 有没有受到影响 时间的关系 我们稍后休息 待会儿回来看看 美国的经济 在贸易战之后 有多大的冲击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他讲的大概是 我们刚刚提到 关于中国商务部 这个叫做 不可靠 实体清单 这件事情呢 是所有的各大媒体 都刊登了 商务部的消息 对对对 中国商务部 已经出来了 那当然来讲呢 关于哪一些 在清单之上呢 还没公布 但是非达 那个叫 那个叫什么 快递 FEDEX 联邦快递 算是第一个 被警告了 被放到黑名单当中了 已经 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聊一聊 最近啊 就今天开始 大家要全球 关注的一件大事 是 也就是说 在这个芝加哥 美联储市召开了 货币政策会议 那么这个会呢 会开两天 今天和明天 两天时间 是 那么有朋友 就会问了 是否开这个会议 会做出降息的举动呢 是 那当然在会议 一召开呢 现在还没宣布 但是在股会市啊 都出现明显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到 美元的跌幅 美元的跌幅 现在是 跌幅是0.67% 那黄金的部分呢 对 相比来说 黄金的价格 现在是大涨的 黄金现在的价格是 1328.04每盎司 对 那当然呢 黄金会涨 就表示大家把美元看坏 才去爆黄金 黄金跌的时候呢 都代表经济比较好 黄金啊 就下跌 经济比较坏的时候呢 黄金就会大涨 大概有一个周期性 那当然这一次呢 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会议啊 之所以那么的 受到大家的关注 是因为 所有美国最近的财报 各方面的报告数字啊 显示美国的 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呢 已经伤害到美国的 农业跟产业 体现在了这个美元贬值上 对对对 因为基本上特朗普 现在打的是这个 这应该叫什么拳呢 这个你看他打中国 打日本 打墨西哥 打欧盟 他都打 没有意思 四名方方打 对不对 什么罪权呢 还是什么 反正反正就是 无招胜有招 对对对 乱打一通 他现在所有人他都打 对不对 一对一打 他也是其实在跟日本 打那个美日贸易啊 对对对 逼着日本那个 买飞机 买他东西啊 对不对 只是先让安倍选完 中国这个不用说 对不对 你想墨西哥 他也要打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要打欧盟 限制的欧洲汽车啊 销往美国 磕增 惩罚性关税 你打别人 别人也还击 所以美国 现在整体的这些 经济数据报告 很差 就树敌太多 现在 现在这个 因为总统就拼命打啊 打打打 美国的经济呢 已经受到影响 我们刚刚讲 葡萄酒叶子 对不对 看着中国市场那么大 现在呢 中国政府磕增25% 在美国葡萄酒上面 他品牌就是比别人贵了 对不对 比法国什么 那些葡萄酒都贵 你怎么去跟人家竞争 对不对 价位还是很重要 好 美联储这次开会呢 他经常开 但这一次会议呢 全球就在关注 看美联储啊 会不会降息 因为美联储啊 大概十年了 说要降息都没降 每次呢 光出来说 我们准备预计计划降息 哇市场就已经震动了 他就不必降 他只要放话就好 但是呢 经过那么多年呢 这个美国的经济呢 必须啊 要货币要宽松 降息的概念 是货币啊 就比较宽松嘛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接到钱啊 就会去花钱啊 货币一宽松 就可以刺激经济 所以呢 大家都希望呢 这个美国经济 看起来快坏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快降息 你降息之后呢 美国经济啊 就复苏了 所以说那你觉得 这一次召开这个会议 和之前以往什么不同 是刚好他值在这个 中美贸易战比较 压力最大 最大的这个时候 因为现在如果你不降息 等到经济陷入通缩 你在降息 效果有限 但是呢 另外一派 美联储的另外一派说 千万不能降息 为什么 你一降息 对不对 这个货币一宽松 换句话讲 这个刺激经济的 这个效率啊 这个因为 如果你不降息 它会通胀 通胀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呢 它是一种 对经济的刺激 对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你看我东西 可以赚更多钱 这个就会刺激 所以呢 有一批人啊 他还反对这个降息的理由是 你现在降息 等到真的中美贸易大战 真的两边啊 翻脸的时候 你没有在降息的空间了 你已经降了 你在降哪去 负了 就现在的情况还不是最危急的时候 不能降 不到那个要命关头 你还不能降 那另外一派说 再不降 等到经济通缩 就来不及了 所以这两派人呢 现在啊 正在这个芝加哥开会 但美联储主席啊 鲍威尔 对不对 他讲话 他的讲话呢 当然现在最终要看大家的意见 决定降不降息 但是美国白宫啊 希望这个特朗普啊 希望他们不要降 我有个问题 就是说 他如果是降息的话 对于全球货币来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 美国如果一降息 换句话讲 美国呢 这个美元 美元呢 就会下降 很多人呢 就代表美国承认 我的贸易战当中啊 我已经受伤了 就美国承认 我已经受伤了 不然我干嘛降息呢 因为我经济不行啊 我跟人家打架 我有要吃药了 这种人吃药一样 打架输了 对不对 痛 要吃药 就代表什么 我被打中了 好 那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呢 是有种信心 会受伤害 对不对 那全球的货币呢 来讲 美元会受影响 对不对 大家就抛美元 可能去持有 比如说纽币啊 如果要纽币 纽币也在跌 对 那换句话 纽币呢 就有比较好 美元如果下一点 纽币呢 感觉就会升一点 不然现在纽币很低啊 其实纽币没动 只是美元高低 感觉我们高低 是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太小 它太大 所以呢 整体来讲呢 美联储这一次的 这个货币会议啊 全球在关注 大概在 因为现在美国 因为时差的关键 要等到我们的明天 大概这个是否 美联储降息啊 会比较明朗一点 有朋友留言 感觉明在2280的朋友说 中美贸易战幕后的推手 是俄罗斯的普京 现在大家都把俄罗斯 占领乌克兰的 克什米亚的事情都忘了 普京的战略目标要达到了 请大家回想一下 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西方国家已经把注意力 从俄罗斯转移出来 特朗普不是傻子 中美贸易战肯定两败俱伤 好 那如果照这位朋友所说呢 有点阴谋论的感觉 普京让中美打贸易战 那我们也要对普京 竖大拇指 有够厉害 遥控都可以把美国跟中国 搞得天翻地覆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就看市局发展 他有独家内幕嘛 好吧 那整点新闻之后呢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带给大家 稍作休息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那换句话讲呢 这个跟这个中国国防部长 魏凤和啊 到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会议呢 其实有关联性 没错 我们来跟大家讲讲 最近的这条新闻 是 那么参加香格里拉对话 也就是亚洲安全峰会的 中国国务院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呢 在6月2号的时候 就表示说 中国无意也无力 做出这个世界的老大 跟美国争这个地位 魏凤和回答在场人士提议 问时指出 美国和中国 一个呢是发达国家 一个是发展中国家 两国的体量差距 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他说 两国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谁也离不开谁 大国离不开小国 小国也离不开大国 他就指出 中美呢都应该合作 和睦相处 这个才是世界唯一发展的 正确选择 他同时也非常坚定的指出 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是 不符合世界的利益 那么他早前与美国待访长 这个沙纳汉的简短交流中呢 表示说这是大家的共识了 魏凤和也说中美两个大国 谁也打不倒谁 健康稳定的发展是中美关系 与中美两军关系的最大利益 特别是中美两军稳定的关系 也将对地区的稳定和和平 起到积极的作用 是的 那当然呢魏凤和这次参加 香格里拉的这个会议啊 也是很多年来中国啊 再次派出啊层级比较高 国防部长的位阶啊 宇慧 那魏凤和啊 他的这个说话呢 实际上呢 跟那个女主播 他们两个的对阵呢 有一定的 比较坚定和比 简单的说就叫板 比较冲 说话比较冲 对 就告诉美国啊 关于呢 在整个南海的问题上呢 这个你不要担心哈 我们呢自然会好好的处理啊 因为一直以来呢 中国在南海啊 这个建岛的这件事情呢 引起这个美国一直不是要强调 什么自由航行啊 是 那些问题嘛 对 比如说呢这个中国海事局呢 就已经发布了公告 表示说解放军呢 将在6月2号到6月 和6月4号 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 相关海域内呢 是禁止驶入的 其实中国政府宣布的这一次啊 军事演习的时机呢 是正好我们刚刚讲到的 香格里拉对话高峰的举行时期 对 所以说呢 这个论坛是在2号闭幕了 有分析人士也就表示出了啊 这个北京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宣布南海军事演习 还是有一定的意味的 那当然就是最终要告诉你美国呢 这个自由航行这件事情 这句话 在此时此刻呢 这个可能啊 你自己要看着办啊 因为能够做军事演习呢 就代表军方 中国的军方啊 在这个南海区域 有一定的力量 对不对 不然你嘴巴说 哎我军演 对不对 但你没有把这个 这些动作做出来 要做给人家看 说你看我这个岛上 比如说飞机可以降落 可以发射飞弹啊 可以做这个做那个 哎对很厉害 而你说 对因为就是之前 在这个魏凤河之前 我们都知道这个 CCTV央视的这个新闻联播 是 康会也说了 这个谈我们敞开大门 打呢 这个我们奉陪到底 是 其实呢 这个魏凤河也在这个新加坡的举行 是 峰会的时候也表示说 如果美国要谈呢 也是敞开大门 要打的话呢 我们也是准备好了的 所以说呢 这个感觉双方在叫板 新一轮的贸易战可能会升级 所以这个你看主播啊 对上 这个部长也要对上 那当然最重要 各位回想一下 如果我们追溯到20 大概14年的时候 大概45年前 当时呢 中国跟美国啊 在南海 就什么黄岩岛啊 那些事情啊 两边呢 就搞得很紧张 那当时中国呢 还在建设中 还在抽杀啊 那还不成气候啊 当时呢 中国啊 就觉得说 这个南海问题呢 这个是中国的利益啊 核心利益啊 美国呢 就在旁边说 我要自由航行啊 就找了这个什么 菲律宾啊 一些国家 把中国这件事情啊 就拿到国际法庭 去仲裁啊 到底中国啊 有没有在这个区域啊 海域有所谓的主权 有主权 那是什么 多少海里 12海里 中国是说 所有的礁 变成岛之后呢 12海里 是我家的啊 那还有什么 九段线啊 那些东西都搬出来 好 那那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周边国家 什么菲律宾 越南 什么这些国家 印尼啊 这个通通啊 都站在美国这边 说中国啊 你不能来南海 南海离你们家很远 这在我们家 对 他们的立场是 印尼说这是我的 越南说这是我的 对 那美国又主张什么呢 美国主张就说 对 那是他们的 不是你的 美国当台 只要不是中国的 都OK 对不对 好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四年过了 对不对 这个自由航行 这句话 越来越没有人喊 只剩下美国喊 因为在过去的 这四年多中呢 中国啊 以南海的行动准则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去沟通 去谈 把这些国家找来 比如菲律宾 我给你谈 对不对 印尼 越南 我一个一个谈 谈到现在呢 这些国家 通通站在中国这边 对于所谓 南海自由航行啊 美国在强调的 这一部分呢 这些东南亚国家 都不再讲了 对不对 没有像 2014年啊 反弹那么大 换句话讲 美国的这种 所谓自由航行呢 这一个 这一个立足点 正在消失 它慢慢消失了 而且中国的岛呢 已经盖起来了 旁边的国家 也不出声了 都都都 也没意见了 这个都搞定了 南海行为准则都搞定了 好那现在剩下美国啊 在这边 现在呢 就不停的走 没看到他最近啊 平凡 在14年的时候 美国军舰啊 那时候来南海 次数还不多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到了19年 这个年头到现在 哇那个穿梭次数啊 非常多 因为那个时候 他可能他自己不用出面 就是怂恿一下周围的 菲律宾啊 当初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啊 还骑那个水上摩托车 到黄烟岛 去展示主权嘛 对不对 做秀一下 那但现在呢 这个没人去了 因为每个都跟中国呢 关系 在这个上面 都取得了共识 对不对 有可能大家也觉得说 中国发展 也顺便带上我们发展了 当然啦 对啊 你说到到位了嘛 也经济好了也不错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 对不对 中国跟越南啊 中国跟印尼 中国跟那个周边国家 一个一个 哎 咚咚的 哎 大家都好的很 嗯 所以南海问题呢 现在对中国来说呢 这一招啊 还真的让美国出乎意料之外 对 就是说 呃 在南海去 比如说宣誓主权这一个 也被称为说 呃 是中美啊 就是中国提出不可靠实体清单之后 中国的又一个比较有利的反应 所以这次魏 魏凤和就出来讲话啦 嗯 部长亲自到新加坡 那讲给谁听呢 讲给美国人听 嗯 对不对 马上军演演给谁看呢 演给美国人看 对不对 没关系 你来看 我就演给你看 嗯 我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这就是北京的筹码 啊 当然哦 中国的筹码 对不对 所以你看得出来 这里的国与国之间啊 其实大家在 在玩这个 挺有趣的 就是这样 我还 你还记得吗 就是你 就是你去休假之前 有说哇 就贸易战到现在这一步了 是不是百热化接战了 怎么怎么样 就没有想到 好像永远都到不到那个最顶峰 好像大家手上都有牌 都有牌 继续打 继续打啊 所以说主播牌也打了 对不对 就出来了啊 好 那也看得出来呢 这个事态的发展 随着现在北半球啊 即将进入夏季 是 那在这个风平 天气比较好啊 双方呢 在这个海域啊 还会有更多的动作 美国呢 在这一次中方的军演之后 他一定啊 会拉的更多的船舰 在这个南海 敏感的海域呢 自由航行 嗯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意味就感觉是 中美之间贸易战是商业的 现在又有点牵涉到 嗯 因为苏人不苏政 特朗普你要知道 美国人的选民啊 在看 你说你把中国给收拾了 可是南海的地方呢 如果你没有 很强硬的态度 因为美国军费 是全世界花费 最大的国家 他要维持 他十个航母舰队啊 那个军费是吓死人的 对不对 好 我们人 纳税人 交了那么多钱 你国防预算 编列那么多 但是呢 如果连一个南海 自由航行 都有困难 你这个总统 是不是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经济上升 看来这个中美贸易战 并不是说经济的 是国 是国 两个国在 在拉扯 比手晚 看谁的力气大 好 所以呢 随着时间的发展呢 这个军演 这两天 正在南海 解放军上演 看看呢 美国这边 有什么动作 6月4号嘛 对 到6月4号 那就是明天 差不多结束 就结束了 好 到时候来看看 双方的结果 好 时间的关系 讲到这里 我们稍后休息 待会回来之后呢 要讲到6月6号 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日子 有人说6月6号 是断肠日啊 那当然要话说 75年前的这一天 我们稍后休息 待会继续 新闻今日谈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 郑敬伟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 那到这段节目当中呢 我们再来 要跟各位谈的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 我们看这个日子之前 先看看短讯 两个一低头都看到 短讯 维浩1389的朋友说 南海和诸岛属于中国 是由历史决定的 可惜过去 因为中国海上力量有限 无力照顾 让领海多国霸占 中国有苦难也 有苦难言 因为争议领土 实际管理权很重要 现在中国海上力量加强了 要收回和加强管理 难免会有冲突 而美国却是真正 阻碍中国的挑逝者 再来看维浩756的朋友说 看形态 美国是表明要对中国政府打体制战 无论下届 特朗普会不会连任 选这场体制战 绝对是不会因此停下来的 要真正停 就必须两个巨人倒下 一个才会宣告停止 所以说就是没有双赢的战争 但是你回头去看 全世界 欧盟他本身也是一个蛮强大的 经济体 实体 实体都可以 那也不能把别人通通都压制 对不对 但是中国现在来看呢 他并没有想去当老大 对不对 就像魏凤和都说 他不想当老大 我是无意和美国争这个老大 对对对对 你要当老大就老大 但是呢 不能否认中国的整个经济总量 还有他的人口 他的国力啊 他是一个比较 你把他看成像一个潜力股 虽然现在中国的人均 只有七千多块 并不高 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 那个是蛮宏大的 对不对 美国的人均三万 但是呢 他的整个发展 等于到了一个高度 你说他从三万变六万吗 不太可能 但中国从七千呢 再上去拉到两万五好了 对不对 这个还是 那个是有很大空间 对比较容易的 对不对 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毕竟啊 他经济发展 刚开始都还在沿海城市 随着这个慢慢往里面 怎么高铁啊 高速公路啊 他的发展还在后面啊 很大 所以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地方 那所以说美国是不是 现在应该仔细想想 怎么样把自己弄到六万 才比较重要呢 开放移民 对 Gap越来越大了之后呢 是不是就 开放移民啊 就也瞧不起中国的 两万五 让所有的墨西哥人到美国来 人家围墙都住起来了 就不要煮啊 那这样呢 美国人口一增加 他的那个年军就上了 开玩笑了 回头来讲到这个重要的 六月六号 六月六号呢 有人形容啊 是断藏日 那单来讲呢 这要是话说75年前了 对 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了 是的 那么这个总督呢 正在去前往英国参加 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 帕特希雷黎夫人呢 是将于周三抵达普次茅斯 和其他16国的领导元首和领导人 一起参加纪念活动 决士就表示说 新西兰部队在意大利的时候呢 大约有11000名新西兰人 参与了登陆活动 有5000名新西兰人在皇家海军 6000名在皇家空军 都参与了登陆诺曼底海滩的庞大部队 当时的气象小组呢 还包括一名新西兰人 就说这个小组说服了美国总统 推迟24小时才改善天气状况之后呢 才登陆的 所以说这个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这一次呢 大约有300名诺曼底登陆老兵 开始为期6天的旅程 他们将回到登陆海滩 以来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 那么在抵达普次茅斯之前呢 这艘邮轮要把这个退伍军人 送到敦克尔克和普尔 英国首相特里沙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将和其他世界领导人 一同参加6月5号的 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 他们将在当晚离开普次茅斯港 第二天早上呢 抵达诺曼底 今年呢 随着日益减少的诺曼底登陆老军 老军队伍 那么也今年他们失去的战友 所以说呢 这种情绪在今年是显得更加的明显了 这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这样的重大的纪念活动了 所以说呢 参与这场战事战争的士兵 水手飞行员的人数 也是非常多的 是 那当然在75年前呢 这场诺曼底登陆啊 是整个二战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换句话讲 也是把希特勒啊 原来是攻变守的关键 因为之前的德军啊 是不停的进攻 占领别人 诺曼底登陆之后呢 德军就变成守卫战 一直退 一直退 从海岸线退到莱因河 最后退到这个柏林啊 最终被灭掉 对他也这个 这个诺曼底也是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由海攻陆 就是两栖登陆战 对两栖登陆战 因为呢 动员了各国啊 一百万人 要渡海作战 因为呢 在这个 这个等于是1943年开始啊 大家就在讨论 这个对付希特勒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呢 从英国啊 反攻攻回欧陆 对不对 打进去啊 因为英国嘛 中间多佛海峡 离这个欧陆啊 最近 大概一百多公里 那攻过去呢 最近 然后这边就可以准备好 然后一路 就可以攻进到柏林 把这个纳粹啊 给灭掉 好 那在1944年呢 美国英国 大家坐下来讨论 那讨论的结果呢 当时啊 就推派美国的 这个艾森豪将军 担任整个反攻部队的 总指挥 同时呢 从1943年开始 各国啊 就开始调兵遣将 纽西兰也去了 对不对 那美国啊 是出钱出力 出飞机出大炮 全部都运到了 这个英国啊 准备要反攻欧陆 那当时呢 因为英国在之前呢 在敦克尔克大撤退的时候呢 英国的大炮 坦克什么这些装备啊 都烙在欧陆 没有逃回来 人啊 跑回来了 但是武器啊 都没了 就把他弄回来 来不及了 都被德军给没收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现在呢 美国就援助他 要反攻 所以呢 在这一次反攻当中呢 就调动了2000艘军舰 装载了将近 100万人啊 对不对 整个浩浩荡荡荡啊 要扑上去 那准备的时间呢 实际上是在什么6月4号啊 这一天呢 大家就开始登舰了 因为原定的这个攻击时间是6月5号 对不对 那大家都登舰6月4号那天啊 很多这个军人啊 上船的时候呢 都不停的回头看 都总觉得怕回不来了 对不对 可能是最后一眼 看看英国 有点依依不舍 大家就出发啦 好 到了海中间的时候呢 风浪来了 那那纽线的气象人员之一 对不对 就他们就研判 说今天啊海浪太大 如果这个士兵啊 要登陆的时候 对不对 要从大船上面 爬到这个登陆艇 这登陆艇啊 比较小对不对 它是从这个舰艇上放下去 对的放下去 然后士兵呢 爬那个绳梯啊 上这个登陆艇 然后呢 对着海岸线冲啊 对不对 但登陆艇是平底 那那天的浪特大 如果6月5号 大家登陆 很多船啊 可能还没登陆 就翻了 就翻了 对不对 士兵就沉了 那就没戏了 所以大家说 稍安勿造 那艾森豪呢 最后啊 你想想看 一百多万人的 两千多艘船呢 对不对 最后艾森豪 听了纽西兰的气象局 人员建议 就拍板定案 说停 6月5号不公 停下来哦 所有的人呢 就在床上继续晃 在船上面 很多人晕船啊 对不对 心情又差 还有很多人在船上 就变得比较暴躁 有些人呢 甚至还 就哭嘛 害怕嘛 因为知道 这个上岸要完命的 可能回不了家 但是很多人呢 为了保家卫国 消灭法西斯啊 很勇敢 对不对 好 那终于啊 等到6月6号的凌晨 当时哦 两千多艘军舰啊 对了岸上 这个开始炮轰 先轰炮轰 然后呢 空军呢 从英国本土起飞 飞到欧陆上空 丢炸弹啊 在海岸线上丢炸弹 对不对 船上轰 轰了一个多钟头之后呢 好停 登陆艇 出发 开始登陆 那结果呢 在那个早上 有一万个军员啊 在沙滩上阵亡 就一百多万 他是分批嘛 上啊 当时就有一万多人呢 在海滩上 还没有 受伤 阵亡 他们说后面的人哦 那个登陆艇 把人送上去 又回头再人 再冲啊 他们后面的人来的时候说 海水怎么变红色了 说空气中呢 弥漫的那种 火药味 血腥味 然后呢 这个满地海滩上 全部是尸体 哇 那个有的没死 还在叫救命啊 后来有拍电影啊 这个没看去补课 我们要去补一补课 对 然后呢 这整个过程啊 在当天晚上 已经有五万名士兵啊 登陆完成 开始向前挺进 接着呢 后面大部队 在未来的一个月 不断的把物资啊 人员啊 就往上送 开始了 这个纳粹啊 开始攻击纳粹 当时哦 因为这个希特勒也知道 你们这个英国美国要打来了 对不对 他就让龙贝尔将军 最有名的哦 元帅 所以你给我守 防守海岸啊 在法国 荷兰 比利时这边 你给我守好 不要让这些盟军呢 攻过来 但没想到呢 他们千算万算 就没想到6月6号 这盟军会进攻 因为他们觉得天气不好 罗美尔就回柏林 跟老婆过生日去了 对不对 没想到呢 就在这时候 盟军攻来了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个代价很惨重 但是从此之后 德军的士气啊 一蹶不振 那盟军呢 就开始 势如破竹啊 进攻 那德军就开始 一直退 一直退 好 所以今天呢 6月6号 那天 非常的重要 对纽西亚人来说呢 当时我们去了 一万人嘛 有海军 有空军 对 一万一千人 但是那个时候 对于新西兰来说 能够派出这么多人 已经算很多的了 能派都去啊 为什么有那么多空军吗 因为呢 刚刚开始二战的时候 英国皇家这个空军啊 很多被打掉 飞行员都死了 没有飞行员 那英国皇家空军呢 就向他的殖民地啊 说哪边啊 有人会开飞机 结果一看 在纽西兰一大堆人都会开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是农村子弟 开的都单螺旋桨的飞机 都会开飞机啊 他们家农场 距离城里很远 所以呢 要用飞机啊 到城里去买东西 都要开飞机 都要开飞机啊 开飞机 因为真的 都是单螺旋桨飞机 好 那他们说呢 到英国啊 要开那个兰斯特轰炸机 是四个引擎 但呢 教官说 其实问题不大 你以前在家开一个 来这里开四个引擎 荡城一个开 基本上呢 就是原来开小车 现在开大卡车 一样的道理 就那样 反正丢炸弹嘛 对不对 那时候打仗啊 要求不高 也没带客人啊 你能把飞机拉起来 到德国上方 丢炸弹回来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很多纽约人呢 去当飞行员 就是因为他们的交通工具 就是单螺旋桨飞机 所以开那个兰斯特轰炸机的时候呢 一样去丢炸弹 所以呢 这一次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 参加这个英国的空军 就是因为我们会开飞机 参加英国的空军 你说 去打仗啊 对 对不对 加入因为穿的那个制服啊 徽章啊 基本上就是属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支队 那里面的飞行员呢 通通是QE 就这样啊 那当然对于战争的贡献呢 在一百万人当中啊 我们出了一万 但对这个国家来讲 很多了 非常不容易了 对不对 凑一万个军人 对不对 上战场 所以呢 6月6号这天呢 虽然呢 这个我们已经事隔75年 但是呢 大家还是要记住这段历史 而且就是我 反正这一段 我觉得还挺感人的 因为就是说 这些老兵 像75周年了 都年龄都已经年事已高了 当时20岁 现在几岁 90岁 95啊 对 对95岁了 人家就说 他们可能参加这一次纪念活动来说 悲伤情绪可能会更重 因为有些人 比如身体有疾病的 怎么样的 就有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了 对 但历史呢 过得很快 那过去以后呢 这个后人可能将来都在历史教科书 看到这一段 那当然呢 这个电影也拍了不少 那如果对于这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去看一看 好像就叫诺曼底号吧 诺曼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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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电影什么 当时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呢 因为伞兵啊 跳伞 在那个莱茵河 还后来拍了一个叫做 拯救雷恩大兵 也是跟那个有关 还有最近有一部戏叫 敦克尔克大车退 还有诺曼底登陆的电影非常多 这个各位有兴趣都去看 因为如果我不听就是讲 别人讲这一段历史 就是慢慢的这样跟我讲的话 看电影 自己可能不会想要去看 不会想要去看 但这样的话可能看电影就会有感触 对对对 所以我去年旅行呢 特别去了那个 就是拯救雷恩大兵 他们当时守的那个桥 特别经过看一下 当时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们这个防守很不容易 好那这都是让我们 记取历史 不要忘记过去战争的残酷 大家还是要爱好和平 对当然这个英国首相特里沙梅 也是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刚好在那一天嘛 还没走 然后一同会去这个 参与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 是有电话我们来接听 来这位朋友你好 喂 下午好戴伟 你好 你好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 The Longest Day 这个电影就是说 若曼底登录的 当初 你说 你请说 当初拍的时候也是说 什么有 好像德国也参加了 德法英译 四个国家 参加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好像也 也耗制很多很多 就是也非常庞大吧 是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像现在的这种 什么用科幻啊 什么的 因为都是真人真 这种拍的 好像是一九七几年拍的吧 中文叫什么呢 世界最漫长的一日 世界最漫长 对对对 好像有这部电影 英文叫The Longest Day 就是那个 若曼底登录的 是 好 谢谢您分享 回去看看这个 从19七几年到现在 好莱坞拍的很多 这种电影 值得大家去看看 但是我们还是 最重要记取教训就是 战争是残酷的 对不对 千万不要战争 那当然呢 像当年纳粹那种 法西斯啊 也是要 不能有这种味道 对不对 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 你好 说这个若曼底登录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是 整个这个世界舆论啊 它受这个西方这个主流的这个引导啊 把这个 我觉得把 诺曼底这个登录啊 就给夸大了 怎么说呢 其实在这个德国 在跟苏联开战之后啊 实际上在就是停止了 对英国的这个进攻之后 实际上是欧洲都 除了那些法国游击队搞一搞一搞 欧洲都很顺服的 都没有太大的战争 主要德国就是在跟 在跟苏联在打 而1943年这个叫做 扩尔斯克就是德国这个坦克大会战之后啊 其实德国已经一路都都开始 从苏联开始就是手势啊 撤退了 这个时候这个斯大林就是他们这几句头开会啊 逼迫这个或者说要求这个 盟国在诺曼里登陆啊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斯大林非常担心德国单独向西方投降 所以这个这个斯大林 就那个时候美国是很政治 美国就是英国已经是开始 就准备就是单独和德国购和 就是德国单独向西方投降 这样的话苏联等于他死那么多人 他的利益就没有保障了 所以一直逼迫这个盟军在诺曼里登陆 你想一百多万人几千艘军舰的一个大行动 战争一天他死一万多人 这个多少电影里啊都已经把它写的不得了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在正面在这个 比如说斯大林格勒在这个 叫库尔斯克这个会战 尤其是斯大林这个格勒会战 那个人家统计说那里的士兵 德国和苏联双方士兵 上战场以后平均的寿命只有九分钟 那是一个两百多万 苏联和德国加写的两百多万士兵 在那个地方就没了 就打掉了 这个一百多万人打过去死一万人 现在所有的电影里把这块东西拍得惊天动地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话语权在谁手里啊 我们就被都带到这方面来了 我是这么看 就说夸大的成分 重要不重要很重要 但是德国实际上在1943年已经开始进入 叫做由进攻转成防守了 是 好 谢谢这位朋友 这个历史读得非常好 他讲的也有这个非常的可能性 就一整个我一整句话 我就听到了一个就是平均寿命只有九分钟 真的战争嘛 多残酷的一件事 喂 这位朋友您好 正好 你好 您好 您请说 好 你终于机关小生好吗 谢谢 好的好的 我想问一位那个 金顶在线共族和平那个 是在哪里表演的 哦那个 你打零九五七一二二二八八 好的 谢谢爸爸 谢谢朋友 来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说一下这个就是诺曼底登陆 好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那个二战的转折点 我认为其实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就是德国跟苏联一直对峙 然后斯大林格勒战役 对啊 冬季的时候苏联已经开始反攻了 一天 好像是一天吧 德国就退了一百多公里的防线 然后这时候 其实雪冬送太很重要 但是顶上添花那就是那个 啊啊啊啊 所以那时候德国跟苏联死磕 两方一看苏联说 我不能这么打下去 对不对 打下去两败俱伤 那就要求他们在东西线 在开闭新战场 是 东西线两 就是等于是合为德国 是 德国我觉得那会儿 刚才那个观众的听众说的 我不太赞同 说是 说是德国会单独的向西方投降 那那柏林 德国都已经打了 二战之后打到柏林 打到首都 他 希特勒 离着几公里 苏联军队已经过来了 他才他才自杀 像这样一个 战争狂人 他我觉得他不可能是 亲眼讲和啊 对啊 不可能说是单方面去跟英国去讲和去 嗯 好 另外我还有个就是跟咱们提个建议好吗 咱们那个有个那个整点新闻是不是 是啊 对 对啊 我觉得整点新闻咱们可以把它改好一点 一个是内容上面 就是前几天我听了一个就是听那个整点新闻 一共那么几分钟的新闻 光是讲那个戴安娜就是法国这个地方 什么有一条街要以一个小广场 以纪念戴安娜那个事儿 然后把它命名 这么一个小事儿 然后说了大概一分多多 就是整点新闻呢 我觉得应该你是 哎 就是这个世界上今天啊 这个时间上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是吧 包括纽西兰国内 还有国际实施政治 这方面包括哪怕体育啊 你都可以设计一些 是 你很简短的把它说出来 然后让大家能多听一些这种新闻 而不是说花费了很多时间 然后就就讲那么一个小的一个小事情 我觉得那整个世界就没有在别的大的事情发生了吗 对吧 伊朗战役 伊朗什么情况 朝鲜什么情况 中美贸易什么情况 他都不说 然后还有 这是内容上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这个时间 整点新闻呢 每一天 每天的整点新闻 都不变呢 这 这不是新闻 就让我听来 就是早上听的是这个 然后下午呢 到六点了 整点新闻还是这个 那它就不是新闻了 它是旧闻 如果一直弄下去 它就不是整点新闻 你可以改成整天旧闻 对不对 谢谢您的意见 谢谢您的建议 我们会转达给相关的人员 好吗 谢谢您啊 谢谢 好谢谢 但是我想每个观众的建议呢 我们都会续心接受 然后呢 会想做到更好 好不好 那这个请大家多多理解 对 当然你们的意见 就是说我们也会这个认真倾听 然后呢 根据大家的一些需求 我们再做调整 尽量做到 是 那大家来讲呢 这个讲到这里 时间的关系呢 让我们周周周期再有继续 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的周一段 我是David 郑金伟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是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跟各位特别提醒 今天是星期二了 虽然第一天上班 明天是星期三了 天气 不是很好啊 有多坏 之前跟大家讲过说 女王假期的那个时候呢 天气可能会不太好 但是呢天空还是挺作美的 周天和周一的天气都不错 今天天气看上去也不错 但是呢 这个My Service就警告说了 从周三开始呢 会有一个强风强雨的 这样的一个天气 恶劣天气 恶劣天气 对 是那范围呢 在北岛的北部 包含奥克兰的地区 还有这个北岛的南部 跟南岛的北部地区 南边还有 大风 大浪 南边有降雪 南岛还下雪 对 是有电话我们来接听 来这位朋友你好 断讯了 没关系 欢迎再打上来 天气多变呢 尤其是现在 应该算是进入冬季 早晚啊都比较冷 所以各位呢 出门在外 要注意保暖 对不对 最近进这个直播间 又觉得 好温暖 外面好冷的 不是冬天 我最讨厌进直播间 因为直播间里面 因为它保持那个空气 在18度 对 就觉得哇太冷了 更冷啊 所以呢各位 在恶劣天气来临之际呢 尤其在明天啊 尽量要远离海岸 对 如果到一些 比较高山上啊 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要注意到 会有降雪的情况 是 那现在来看呢 这个恶劣天气呢 的范围啊 北边最北可能会影响多一点 你看大概蛮大范围的 对 南岛和北岛都会经受 这个暴风雨的影响 尤其是风雨浪 哇 这个是典型的冬季恶劣气候 所以各位呢 可能明天出门的时候 不管开车 或是走路的时候 都要注意到 甚至呢 这个气象单位还提醒啊 也可能因为大风的情况呢 会出现这个断电 有一些地方 电线会被催落 所以呢 这个就是坏天气 坏天气 坏天气 网也不会稳定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有936 936 936 我们936呢就是呢 这个全点无休嘛 基本上我们明天 就算呢 下都嘛 也要来啊 对不对 绝对不会说因为恶劣天气 我们就在家 是 我们接一下月线 好 节目最后我们来接一下电话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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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 你好 我是维英 就是说现在中国还是 喂 现在中国还是 还是那个 那个 主星国之一吗 啊 主星国啊 就是邪恶的主星国 中国现在还是吗 没有人说他是啊 没有啊 美国说的 美国说是那个朝鲜 朝鲜 伊朗啊 伊拉克 中国吗 有中国吗 没有中国 有啊 我没听 委内税啦 我我我没看到有啊 有啊 早就有去年就有了 哦 你看到啊 还有我说一句你不要不高兴啊 你不在的时候发言很业劣的 很多人打过来 很多可因的 啊 啊 啊 很好 我继续休假 对啊 只在家的时候很会说话的 好 谢谢你啊 祝你端午节快乐啊 这个礼拜要过端午节了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这个传统文化非常的重要 那端午节呢 要怎么过呢 大家想一想啊 天气不知道 天气不知道会不会给力一点啊 那不影响吃粽子吗 不影响 不影响啊 但是南北方肯定会有差异 甜粽子 咸粽子 哎对对 到时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今年呢 你有没有包粽子哈 好的 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下午准时两点钟 共同再见咯 拜拜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